這是Royal Park Hotel的溪流的窗景 跟前幾年相比 有點不好的是 在東京鐵塔前方有一棟大樓蓋起來了 還蠻高的齁 遮住了東京鐵塔左下角 很幸運的今天還是可以看到很漂亮的富士山 現在大概是早上六點半 也許晚一點富士山就會被遮住 東京鐵塔下面綠綠的就是施工園 右邊有一些建築 我們從左到右 這個是Artaco Green Hills的Moly Tower 後方很熟悉的形狀就是六本木之丘的三大樓 最右邊這個被遮住一半的是 這幾年新落成的虎之門之丘的大樓 那我們往下這邊就是新橋的市區 舊社區 它燕熱珠牌那附近這樣 這裡有新開的新年新開的東京Stay的新橋 那這棟是日本電視台的總部 很高很高 就是西流的幾個高樓 那這棟是Pack Hotel所在的西流Media Tower 那再往左邊看的話呢 這棟就是我很熟悉的 駐遊大樓 裡面有Villa Fountain 西流 這家旅館 在左邊是Conrad 在左邊是Conrad 高級旅館Conrad Tokyo 就在這棟的高層 那下面可以看到 喔!百合海歐號 跑過去了 這裡是百合海歐號的西流站 那你可以看到這裡有很多鐵軌 這就是三手線的鐵軌 因為這邊右邊就是新橋站 所以你可以看到 新幹線啊 再來線 就好多線一起 好多火車一起過來 像是現在馬上過來的事 馬上講不出來 這是什麼線 什麼顏色 新幹線會在最下方這裡 那前幾年我記得 這個西流的路上幾乎都是公式 建築種 現在已經都蓋好了 路上很整潔 整齊 西流的天橋 做得很好 又來了一個火車 是誰呢 你可以看到 聽得到火車的聲音 沒有完全隔音 好 這個應該是金冰東北線 因為是藍色的 OK 我們回到 東京街塔上面吧 希望這種樓不要蓋太高才好 跟著想要看 好嗎 那麼 我只會放在這裡 好嗎 好嗎 謝謝 我會把你放在這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